如何能叫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很远呢 这一桩事情 总在菩提心 真正发菩提心 就不会遇到过远 菩提心是个什么心 全心全力为别人的心 这是真正菩提心 所以四红是愿低也愿 众生无病是愿度 发这个心不会堕落 为什么呢 佛菩萨加持你 护念你 祝福护念 隆天善神拥护你 你得到这个加持 所以你遇到的缘都是善云 遇到的缘都是帮助你提神 不会帮助你堕落 于是智慧一定跟慈悲相应 这两个不能脱开 慈悲是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有十几位人的坚定意愿 这才能保住 来生不退转 有一点点丝毫 自私自利的念头 就保不住 不要认为 这一点点不多 确确确确确实实 一杯提呼 不能接受一地毒药 这一滴毒药 把你一杯醍醐 全都破坏了 这就是要教导我们 要圣土 要小心谨慎 威胁的恶念不能有 威胁的恶心也不能走 守身要清白 守意要无口 佛教众生 是破身间开始 小陈虚头 第一个 身间破了 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 所以 他不会为身造业 反复造业 可以说 八分之八九十都是为身 不值得了 眼要看 耳要听 那都是为阴耳必摄身的 舌头要尝梅味 身要穿华丽的佛装 全都是为了身的 这个是佛 这个是佛抓到我们六道轮回的总原则 六道轮回的一些众生 是他们迷惑的 颠倒的 更找到了 教你从这里下属 破身间 破边界 边界是最重要的 不没有对立的念头 慢慢的 引导我们 归向 日中万法 是同一体 让我们回归到 这个 意识 这是四十真相 老子也说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真的是同根 是一体 你才能真正懂得 爱护一切万法 不跟一切法对立了 放下成见 能够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成见不放下 这两个做不到 那这菩萱诗愿里 都重要的念头 优优独播行的 带走 了 如果我们的 希望能够 令人是神奇 市场